台湾的近期准备要迎接BA.5的风暴 但医师提醒不只是BA.5 最近也是登革热容易爆发的季节 尤其有些症状相当类似 民众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因为 最近是连续性的高温大雨 那么它同时也是登革病毒并没闻 最容易滋长的时节 因此医师提醒 它预估在BA.5还有登革热的病毒的疫情 在最近都有可能会突然的爆发开来 那么其实BA.5还有登革热 他们的部分的症状是非常类似的 那我们要怎么区分呢 像是他们的症状都有包含发烧头痛 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等 这两种都有 但是登革热的症状 他们另外还包含了像是皮肤红疹 后眼窝痛关节痛口腔皮下结膜出血等等 但是这些部分在BA.5上面 其实就比较少去发现到 因此世卫组织他们就说 发烧期二到七天左右 如果伴随以下这两种症状 像是头痛后眼窝痛恶心呕吐 肌肉关节痛 领巴肿大还有皮疹等等 你是得到登革热的机会 就比较大一点 好那么先接这些资讯 如果你有兴趣拿住手机 扫描QR Code 到TVBS新网TVBS国际Plus 还有更多内容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